大家都熟悉的抖音有个海外版 它的英文叫TikTok 这么一个移动应用的APP 居然让特朗普政府盯上了 大家好 我是Cindy 一概分享财经科技知识 解析财富密码的财务人 过去几天里 特朗普政府对TikTok 抖音海外版的态度颇具戏剧性 上周五 特朗普放话 将动用行政命令 或紧急经济权禁止TikTok在美国运营 他还反对收购TikTok 称美国不是一个并购国家 在特朗普发表上述言论后 微软与TikTok母公司 字节跳动的谈判被搁置 然而短短两天后 事情出现微妙变化 微软在周日8月2号发表声明称 仍在与特朗普商谈 收购TikTok的可能性 据媒体周日消息 特朗普已经同意给中国字节跳动 45天时间 与微软协商出售TikTok事宜 特朗普总统8月6日签署行政令 将禁止美国民众 或美国管辖范围内的企业 与微信或TikTok进行任何交易 该行政令45天后生效 此命令实质上迫使TikTok和微信 和中国的母公司剥离 特朗普政府打压TikTok和微信的理由 是担心国家安全 我认为所谓担心国家安全都是借口 特朗普的真正动机 还是出于政治和商业的考虑 在白宫眼中 TikTok不仅仅是一款发布短视频 有趣表情包的社交娱乐应用 而正在成为一种工具 对他竞选连任不利 特朗普威胁进入TikTok 是对年轻人反对他竞选连任的报复 由于新冠疫情继续在美国肆虐 特朗普的防疫政策饱受抨击 以对其连任前景构成威胁 在商业上 TikTok在美国发展很快 抢了美国社交媒体巨头Facebook的生意 7月29日 Facebook CEO扎克伯格 在国会反垄断调查听证会上 抨击中国科技企业 正在窃取技术与商业机密 发言中提到的 正在向其他国家输出价值观的中国公司 将矛头直接指向TikTok 暗示Facebook要应对来自TikTok的威胁 与其说TikTok威胁美国国家安全 还不如说是对Facebook构成威胁 TikTok在全球拥有8亿活跃用户 成为海外下载量第一移动应用 TikTok应用程序 在Apple Store和Google Play上的下载量 已超过20亿次 TikTok在美国最著名的脱口秀节目 例如Jimmy Fallon的今夜秀 Island Show Trival的每日秀中都被主持人推广 今年一季度 TikTok下载量约为3.15亿次 创下了全球历史记录 比紧随其后的Facebook的WhatsApp 下载量高出26% Facebook在沉浸式短视频方面 无法与TikTok竞争 Facebook模仿TikTok的产品 Lasso失败了 之后又推出了模仿TikTok的产品 Instagram Reels 有媒体说 特朗普以打压TikTok 换取Facebook对特朗普竞选连任的支持 打压TikTok的第三点原因 也是美国比较惧怕TikTok的一点 是TikTok的算法 以及算法背后的个性分发 社交链接和内容优化 TikTok在算法的优化方面 比起谷歌和比起Facebook 还更强更成熟 TikTok这款消费互联网产品 在世界上是最具竞争力的 在美国对年轻人的吸引力 实在是太强了 目前 谷歌的YouTube 已经成为第二大搜索引擎 未来趋势 人们搜索 会从现在的搜索引擎 转移到像TikTok的短视频App 美国担心像TikTok这种算法和内容优化 将来会对美国的互联网产业 带来巨大的冲击 8月4日微软创始人别尔盖茨接受采访时 回应微软公司洽谈收购TikTok在美业务事宜 他说TikTok通过创新带来了一些竞争 而且他们似乎也并不打算阻止其他人利用这一创新 但面对新事物的时候 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盖茨谈到他了解到的TikTok的情况 很多来自他的小女儿 他花时间玩TikTok 做得非常棒有很多方法解决目前问题 希望在某种形式下TikTok这种移动应用会被允许 微软的优势也是其软肋 其在弊端产品服务组织的地位 并没有让他在移动互联网时代 像苹果谷歌亚马逊Facebook一样 拿到消费级市场的门票 事实上 微软对于C端产品服务个人市场 从未完全放弃 但无论是自建还是收购 从MSN Messenger 甚至到职场社交软件LinkedIn和Yammer的收购 微软至今没有极其成功的打入过社交领域 而TikTok明确定位C端 如果偏臂的微软将其收入囊中 究竟要如何消化 收购TikTok其实是收获了超过一亿以美国青少年为主体的消费群体 在数据收集上 微软可以弥补了自己对于该市场的空白 在展示窗口上 微软将有更多思路让自己变年轻 也终于有更多机会向年轻入户直接展示自己 这对于想要长久发展的老牌科技企业而言至关重要 据微软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 公司2020财年第四季度实现营收380.3亿美元 而且账面上有超过1360亿美元的现金流 过去这个财年 微软全年营收达到1430亿美元 实现利润442.8亿美元 应该说资金充足 能应付收购TikTok的开支成本 自微软推进TikTok收购案磋商的消息发布后 截至美东时间周一收盘 微软股价大涨5.62% 报216.54美元 刷新的今年历史最高价 总市值达1.64万亿美元 这意味着在市场看来 微软收购TikTok无疑是件利大于弊的事情 目前TikTok的前景还是未知数 特朗普打压TikTok未必能轻易得手 即使微软收购TikTok 社交媒体格局重新洗牌 微软是否可以消化TikTok 也是问号 不知你们的看法如何 欢迎在评论区给我留言 本期视频就到这里 Cindy与你下期再见